還有誰被老公攻擊過 甄霖 他老公說他不懂支持我的工作 天天過分消遣我 其實是前男友那個沒資格成為老公 因為我本身是賣就是情趣用品 性感睡衣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的前男友就常消遣我說 你可以這樣子賣弄性感啊 賣這樣子身材能賣多久 然後直到我真的就是賣出一片天 開了公司走馬上改口說 哎呦那開玩笑的啦 我一路以來都很真心的支持你呢 情趣用品的市場非常大 因為他老婆就跟我要了好幾次 真的嗎 下一項了 女生們也很羨慕說 以前最喜歡花時間跑步健身打籃球 但現在有只要有空 第一個就可以陪老婆跟小孩 而且很羨慕這件事情 該不會是你吧 我是啊 我是 但我 OK 我在這邊跟大家稍微坦承一下好了 我們等一下會念十個 那個老公的暖心舉動 其實都是我們在各大媒體上面 看到修傑凱會做的事情 對 實相都是他 對 所以你到底要戴這個假面具 戴到什麼時候 假面具 我沒有 那個說真的是因為我喜歡運動 然後 但我也會想要珍惜就是 跟家人在一起 對 那有時候也不見得真的是要陪老婆 老婆又覺得我明白 對啊 你老婆一直跟我講說 他不要再纏著我了好不好 所以我就會讓他 可能跟你們去聚會或什麼 就是他可以去 但是我就 可是他有說你不讓他喝醉 這不是應該的嗎 這當然是應該的啊 有時候喝醉還好嗎 你又不是沒看過 我覺得人 人偶爾就是要放鬆啊 你幹嘛 當然 當然 因為我喝酒是不會失態的 就我不會失控 然後到 不會就是大吼大叫跌倒什麼之類的 完全不會 我就到一個點就好了好了 回家 所以你看過你老婆失態吧 你也看過 對啊 所以你是覺得說 你是覺得說 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 但是是可愛的啦 是很可愛的 什麼東西 他是不是有咬過你很多傷痕之類的 他那喝醉會揍人的 一個滿特殊的 好啦 待會你待會 等一下 他這個暖心還不知道過什麼啊 沒有就是說 這個前後差異太大了 像方婷他就有遇過說 交往之前答應他很多事情 可能不打電動啦 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一交往之後 馬上變一個人開始打電動 然後不只打電動 是方婷要發言嗎 Yes OK 我們大家要 先心平氣和的深呼吸 怎麼說 因為他講故事很無聊 這麼好 來 就是我的前任 他是一個很愛打電動的人 就是那種 從早打到晚的那一種 我就覺得很誇張 可是因為他跟我在一起 我很愛出去玩 然後他就想說 好 那我就 戒掉玩遊戲這個 我多陪你出去玩這樣子 結果後來在一起了 三個月 他就又 還是繼續的玩電動了 這樣子就算囉 他很誇張的是 被我發現 他跟電動上的網友 有互動 就是 四季 你們一起嗎 哪裡 兩個男生一起這樣子 男生 就是男生跟網友這樣子 女網友 女網友是不是 喔 然後我就很 Long 那女網友在幹嘛 女網友就 摸自己 來 我那時候就是 看到那個畫面 對 這很嚇人耶 這個女生 這算有點小變態吧 這好像是 什麼奇怪的 癖好之類的吧 所以其他的 要抱怨的事是什麼 甄霖說 說好不生小孩 但交往後 狂傳小孩照逼生 我那時候就有一個 交往對象 我們就是在一起 之前就說好就是 結婚可以 但是我不想要有小孩 我們就是 共同養一條狗就好了 也答應了 就這樣在一起 在一起 沒多久就開始傳那種 小孩子抖音的那個 視頻給我啊 照片 說好可愛喔 然後一直暗示我說 我一直想要有一個 美滿的家庭 那我就只好 傳狗的照片回去給他 我也覺得 黃金獵犬很可愛啊 媽咪也不錯嘛 所以妳就是堅持不生 對 然後最後分手 也是因為這個嗎 對 因為真的壓力太大 沒辦法接受 像Shoo妳跟靜雯 是有三個對不對 對 是妳逼她的 還是她自己也想生 我們自己就 就有想 有規劃嗎 還是說就不小心 就發現自己懷孕了 當然是有 往這個 想要有小孩的家庭的概念 對 可是生到三個是你想要的嗎 如果 可以我還 其實是想要在 你還想再生 對啊 你是因為太喜歡 還是太喜歡小孩 小孩跟這個事情是 不是等號好了嗎 不是 你不覺得三個已經很煩了嗎 不會啊 就是還是有 我們兩個很喜歡小孩 好像聽說你們真的會約 那個桃子姐姐跟李李的人一家 然後一起帶小孩出去玩 對 因為我們真的花很多時間 想要陪他們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關係是 很重要的 你對小孩是有耐心的嗎 沒有 其實我比較沒有耐心 可是不會打吧 不會 但會兇 很兇 因為我覺得我比較 個性很急 又沒有耐心 所以我會希望 你快點把這個事情做好 你就可以去玩好多好多 比如說我用了衛生紙 然後這樣 這樣然後就這樣亂丟 撿起來 撿起來 刷三 爸爸你離那邊比較近耶 撿起來 爸爸你那邊比較近 現在把它撿起來 不要 1 2 差不多就這樣 不是 因為 我 沒辦法 我是這個小孩 為什麼穿高跟鞋啦 好不好 搞自己穿這樣 這差不多是這樣的 你會這麼兇喔 我滿兇的 好恐怖喔 算是數到世界 你不要隨便亂用 那是 很有魄力的 像我老公數到3 他只要說 1 他忙 你就 寬鬆 然後他的房間像 真的是像 剛裝潢好的樣子 我 就非常整潔 對 所以不能常用 接下來還有就是 大家很在乎就是說 可以關心老婆的體態 同時也對他 自己嚴格把關 身材都不走一樣 因為像丟丟妹就遇到說 他懷孕的時候 被說像企鵝 然後變瘦 又說他太瘦不好看 懷孕的時候 我胖到 九十三 九十四 哇 那一年的話好快樂喔 就是 一天吃了十幾餐嘛 沒有吃的時間都在睡覺 然後走路腳還開開的 就是孕婦走路腳開開的這樣 他說 哇塞 你真的長得越來越像企鵝耶 我當下一把火上來 我先叫他十句話 來 十句話 叫一下 叫一下 我要聽你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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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罵囉 我說 你真是胖啦 我來嚇你肚子肥 麻利母不嚇我肚子肥 你那是 嚇你肚子肥 像企鵝 企鵝 就大概這十年了 所以那時候完全 已經沒有在想胎膠的事了 完全沒有 我真的一把火 真的是 就 一點氣就罵了 結果我後來 好 發奮圖想要減肥 因為也要出來做直播 所以我就 喔不行太胖了 人家都說肉肉的 怎麼樣怎麼樣 就講得比較好聽 然後會做一些人生公頸 所以我就減肥減了 好不容易減了一個月 瘦了二三十公斤 哇很厲害 好厲害 是健康的瘦還是 健康的 我就是 汆燙 水煮飲食 對 然後我就瘦了 瘦下來之後 再洗一澡 他就說 你是有變瘦啦 但是你的肉好鬆喔 你要不要練五次啊 他肉就有多緊啊 我就說 你下面很鬆啊 你要不要練一下 練長一點 練長一點 喔你知道那一把 你應該說你下面也很垂 不是鬆 我都說他鬆 因為就是說 你就這樣子 你要去練一下 因為我會把我上 他說 你要練一下瑜伽啦 拜託你 我說 我有時間嗎 老娘有時間讓你去練啊 然後他就說 摸摸說 喔不會啦 你身材很好 都沒肉耶 真的 可是 真的有點鬆啦 我說 所以你們家走的路線是 就是 彰化系的是不是 我 他不會 對 就是我比較會罵 然後他是就是 我在罵的時候 他就是 比較 比較好的一點是 他都不敢回嘴 就是他就是 電電的這樣 因為你該罵的時候 感覺接下來就要拿香出來 他大 他再講一句看看 對 因為他很怕我動手 就這樣 你老婆那時候 懷孕的時候 也沒有變胖對不對 還好 三胎都沒有變胖 喔 十公斤上下吧 大概就控制在十公斤上下 所以睡完就這樣 就立刻恢復身材 沒有 也花很長的時間 可是你會講一些什麼 刺激他嗎 我也不太會 不太會 他老公怎麼 強度都這麼大 這是正常的 因為我覺得我老公也是 就是都不會講那些 然後但是我覺得 他只會講好話也很不好 因為當我真的很胖 然後他還說 沒有啊 你很美 然後就變成 我剛生完的時候 明明知道生完肚子 還是很大 然後那時候 我生完去坐月子 想說我去按摩 終於可以不要被 就是被當孕婦 結果我一下樓 我想說是以個正常人的身分 就生完小孩的身分去按摩 結果就走進去那個阿姨就說 你要不要來按摩 阿阿孕婦 你不能 我還是可以當孕婦 然後那個臉超腫 但是我老公每天都說 很瘦 你很美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當真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都要逼他講實話 可是他這樣講實話 你受得了嗎 我受得了啊 不然他什麼都會說 那個很好看 然後到最後我都不知道 到底什麼是好看 他可能真的就是覺得 你真的很漂亮 很完美 應該也不是 他只是想省麻煩 因為他講完就可以走了 是不是 某一方沒有事啦 講完 我就不會再問他了 就這樣好 很美 是不是永遠不講髒話 不太講 你也不講對不對 不太講 沒有機會講啊 譬如說大拇指踢到桌角 會 就有人心化的一面啊 不然就一切都太完美了吧 沒有沒有完美啊 這個 真的沒有就是 我還是會跟我老婆 會有一些 爭吵 一定會啊一定會 真的嗎 像什麼 很多 我覺得最常出問題是在小孩 管教啊或是什麼 有時候覺得我太嚴格 或太囉嗦 那他希望 家裡的氣氛是很 開心啊很愉悦的 那他就會跟我不開心 那我就會提出說 我的原則是我們有共識過的 那你們的吵架就是很溫和版啊 對 但是 因為我老婆會屬於比較 冷處理 就他不會跟我 他需要消耗 他就冷戰就對了 對 他有冷戰 那我不行 我就會逼他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必須要跟我講 我就會強迫他 把他講出來 但通常這樣強迫的下場 就會變成 你可不可以走開 對 之類的 就是說我只知道 讓我靜靜 對 之類的 對 那我沒有辦法 就是你告訴我 到底發生什麼事 哇 你就是殘人驚嘛你 在這一方面比較的是 一定要把事情說開 你才那個 那有時候每天都要跟你相處 我怎麼可以 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這種會覺得煩吧 對 我知道 久了之後 我覺得覺得比較拘謹 對 他是hold住現場的人 就是有些時候 就是難吵架 就是女生就想說 老娘現在就是 只是想靜一靜 你不要來煩我 對 然後男生如果一直問說 你到底在想什麼 你也跟我講 我才可以改進啊 對啊 這很正常嘛 我也這樣覺得 你看那個有點 京劇的感覺 誰輪輪到你說話了 男生嘛 男生要不要 男生太少了 女生是都 需要靜一靜的空間 需要 對 你不用喔 需要不要 我就是暖男的特徵 會這樣子 會想要就是知道是什麼 因為他們想要解決問題嘛 他們會覺得說 有件事情發生了 有一點錯誤 那我們應該要找 找個細節來解決 對 那我覺得 女生會比較嘗試 就是說 我就是比較情緒化 我只要十分鐘之後 我可能會靜一靜一靜 我會去找你 對 但是我覺得男生 他們都是想要 解決問題這件事 我覺得你根本就是 修姊凱的粉絲嘛 對 他講什麼你都覺得 嗯 對 沒錯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